现在南华早报中国自己的媒体揭露说 中国经济五大困境 他竟然敢写说习近平养了五只灰犀牛 这五只灰犀牛是什么意思呢 而中国现在的失业率 年轻人失业率冲到了20% 连中国的人民银行的委员 竟然有人出来讲说 中国的贫富差距在加大当中 所以韦泰 现在中国面对的经济态势到底有多复杂 大家可能都听过黑天鹅 但是不定知道什么叫做灰犀牛 那么所谓的黑天鹅就是 有一些事件它发生的几率很小 可是一旦发生 或者它就没有办法去做个友善的一个处理 完善的处理 或者它是一个所谓的不可预期的风险 那什么叫灰犀牛呢 灰犀牛就是有些事件 它发生的几率很大 基本上就已经正在发生 但是它是一个比较可以预期的风险 就好像你看到犀牛从你正面冲过来的情况是一样的 那么今天南华早报所提到这个五支灰犀牛 就是在指说中国目前的经济 面临到的五大困境 第一个困境就是 对病毒离容忍的立场 造成的经济成本正在快速的上升 因为其实大家都追求清零 可是清零它必须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 那么这个代价会造成我们的经济成长率会出现快速的下滑 尤其是在中国最近非常非常明显 它一定会影响到内需 没错 观光 那餐饮 没错 第二个就是在房地产的三道红线的一个政策 引爆了房地产的企业出现了一些违约跟倒闭的风潮 那这个所谓的三道红线可以说压倒很大的地产 最会跟倒潮 那什么叫三道红线就是有点像是我们在讲 资产负债表里面的例如说流动比例或者速动比例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好 那它在要求这些房地产企业要符合三道红线规矩的情况之下 房地产的一个企业纷纷出现违约跟倒闭 这是第二个风险 第三个就是在最近发生的供电危机 因为他们在追求所谓的零碳排的一个所谓的终极目标 所以他们会对一些所谓的污染性比较大的一些燃煤的一些电厂 他们就采取比较严格的一个管制 那么供电出现危机当然会影响到工业的生产的一个问题 那它今年的供电危机 限电危机 说是灰犀牛其实也很像黑天鹅 突然发生 突然发生 但是其实有内地人说他们早就已经有感受到 就是他们供电方面的一个吃劲 只不过一直都是cover下来的 OK 好 那么第四个是失业问题 就像刚刚亲王所提到的 现在其实不仅仅是一般的成年人的失业问题 就连这个所谓的学生 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都可能会面临到失业的一个问题 那么第五个就是美中贸易战 再加上科技战 目前看起来双方是已经是如火如荼的去做一个开打 而且美国看起来是没有其意的要把它放手的一个动作 OK 好 那么这五个灰犀牛当中最重要的应该就是失业问题了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受到疫情的一个冲击 其实最近观察到有很多的一个民间企业都出现了倒闭 那企业倒闭基本上就有很多的人会失业 所以在今年特殊的就是 在中国的人民去转考公务员的人数 创下历史新高 来到212.3万人 对啊 听说不是西藏有个邮局 一个职缺2万人报考 没错 那根据他们的统计资料表示是大概平均68个人要抢一个职位 换算他们的录取率大概只有1.5%不到 这个是在一般成年人所面临到失业问题 真的非常辛苦 那除了成年人之外 疫情也冲击到了这个即将要毕业的一个年轻人 为什么 因为其实现在已经在社会上就业的这些人都已经找不到工作了 那么目前即将毕业年轻人就我们常常讲的毕业就是失业 所以在今年可能观察到大学毕业生在中国的部分 有可能会突破1000万人达到1076万人 而这些都是在最近10年以来最多最多毕业生毕业的一年 他们都可能就一毕业就没临到失业 而且根据最近的统计资料 中国20到24岁 也就是我们说这种大学毕业的这些年轻人 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 他们的失业率一直都来到20%以上 这个是目前我们可以观察到在这个失业问题的部分 如果这么多年轻人失业 再加上疫情的影响 很多的成年人他开的餐饮业倒掉了 他的工作失去了 他的贫富差距不是会变大吗 但我觉得今天最妙的是 中国人民银行的委员叫做蔡芳 他是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 他竟然自己出面来讲说 中国的贫富差距扩大 因为他用吉尼系数来讲 他等于拐个弯换个方式再打脸中国国家主题习近平不是吗 对 什么叫吉尼系数 就是我们在一般衡量一个国家 他的贫富是不是有出现不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系数 他是在0到1之间去做一个评断 如果说吉尼系数大于0.4的话 基本上就是代表着他这个社会 他的财富的分配比较不均 那目前在中国的一个吉尼系数 目前是来到了0.47 其实也一直都在0.4以上 那这样子的过程当中 就像刚刚您所提到的 像这个人民货币政策委会蔡芳 他就提到说 如果在接下来未来的5年或者10年 我们的中国的吉尼系数 一直以来都没有办法交到0.4以下的话 那所谓的共域政策 基本上就是一个空谈 就是一个空谈 口号 对 就是一个口号 那我个人是认为说 这其实也真的非常难解决 为什么 第一个 年轻人一代想要脱贫 他想要脱贫 就是想要更富裕 对不对 可是你没有给他工作机会 他找不到工作的机会 他目前面临失业 现在其实有钱的人 其实他可能也没有办法 就是说 再释放出更多的 所谓的就业机会给大家 尤其企业的部分 他没有办法因为这个环境的关系 去开创各多的产业 所以其实在现阶段 我们认为说 在共同富裕的 你说的口号也好 或者是政策方向也好 基本上目前看起来是很难达到 五二华视 我爱华视 想看更多关于 清典话题有关的影片吗 马上订阅 华视新闻频道 你就可以跟我们 做更多的互动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订阅